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柳续的问题用改革的手段来做 发展的话我们就要推进这个英势力道 这是发展的英势力道的问题 英势力道 我们讲这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这个发展中国家政府这个里面 应当承担更加积极的决胜 自己就觉得为什么 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 环境有很强的这个外部性是吧 外部性我排了 我企业不愿意去这个解决 我不用承担成本对吧 那大家都是排过来更严重了 外部性本身环境的问题都需要政府的继续干预 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 它还有个好处就是什么 很多绿色技术都采了 它有这个后来的优势对吧 后来的优势 因为发展国家我刚刚提到的 他们连观念都没有对吧 当年伦敦雾霾的时候大家都还高兴得不得了 傻傻的高兴得不得了 你会发现后来就是这个 今天人们环保的意识都不一样了 并且因为它是先行者 最初他没有这些经验 来解决这些经验 那后来你会发现人们这个 驴且技术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你可以采纳 后来的优势 你可以直接不用重新 不用重新发明 你就可以自己来采纳 但是我刚刚提到了 由于环境问题有很强的外部性 你叫企业自己去安装这些 那些绿色技术 他肯定不太愿意 这个情况下政府就要多管其下 刚刚提到的绿色技术就是 你如果采纳了绿色技术 也许你在贷款的时候 就跟你可能有单独的优惠 或者说一些条件 设置一些条件 尤其是这个绿色技术 我们看看这个发明专例 你们如果是这种环保 对环保感性的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有一个著名的叫做ützen 这是什么 京都议订订书 京都议订书 那个时候哪一年签订的 98 9几 97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97 那段时间 这是97年的数据 在京都议订 生意 以后 全世界这些 相关的绿色技术是爆炸性的增长 之前其实不仅仅是 发展中国 全世界都不太care的一个事情 这就说明什么 环境中确实是有个很强的外污性 大家以前都没大政共识 没有强强力的约束 那你怎么 基本上发展国 全世界都不是太在乎环境的问题 你看到了京都医院数97年以后 你看看绿色相关的专利 这些技术就爆炸性的增长 那这些的话 我们讲很多时候也是发达国家发明的 发展国家也有 那你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通过引进的形式 引进这些绿色技术 就可以更加积极地解决这些环境的问题 甚至有的这个研究 是多么针对中国的一些研究 做过测算的 这个测算的 比如说 这个是斯坦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他们做了一个测算 就说已经有的那些减排技术 如果应用到中国的话 你可以节约多少这种成本 相关的成本节约确实是很高的 一个水平 所以这里面其实政府有这个作用了 来敦促 尤其是国际的地方政府 各方政府来敦促这个 绿色技术的采拿 之前我们也做过研究 就发现其实 环境这个问题 地方政府它没有太大的积极性 尤其是一个是它有外衣效应 二一个就是说 这个需要中央政府来加大 我们发现就是财政约分权的话 其实大家的这个积极性 不是太有积极性来治理这个问题 同时每个地方在制定这种产业 低碳绿色这种发展 也要重新这种比较优势 对吧 重新比较优势 你要因地质 因地质 因地道这种效果反而才更好 对吧 不能够完全一刀切 不能够一刀切 对吧 好 好